9月1日加州中医针灸师联合工会在申盖博士举办讲座 邀请中华医学会常桑军卖法研究院 美国研究峰会黄振中中医师 讲述常桑军卖法的渊流和原理 并为中医师疫症耗卖和辅导画卖图活动 卖是中医之灵魂 但是现代的中医已经渐渐淡忘了对卖的应用 常桑军卖法是由李树森老师首次公开的 有千年传承的家传卖学 传承卖学与现代卖学有着很大的差异 当天的讲座介绍了常桑军卖学的渊流和初步内容 让在座的中医师对其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同时还对临床如何应用脉诊做了简约的说明 讲座通过介绍常桑军卖法的渊流和原理 一方面提高学员的脉诊水平 帮助临床的针刺实践 另一方面加深学员对中医原始经典的认识 从理论到实践上去了解脉学 包括介绍常桑卖法的脉中线 脉图 脉滚动 动脉 以及现场实习操作的联系 是那个常桑军卖法在那个美国分会的一个聚会交流演讲 还有一整这个那个交那个脉图的一个活动 然后那个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海外的中医师呢 大家都提高用脉法用脉来指导扎针和用药 提高那个每个中医师的医疗水平 就是让大家去了解更多的去了解这个脉法的应用 怎么应用它的理论 在做中医这一行的中医师能够多去了解多去学习 那我也用残酸菌方法治疗这个重症剂无力 效果非常好 华夏电视台记者盛盖博士采访报道